小學為您挑錯鞋 下場餐 醫生看不下去 當場丟鞋 這雙是 丟鞋是為了你走鞋 對 就直接丟掉 我們沒有 我要丟高跟鞋 這是為了你的健康 對啊 到底穿高跟鞋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穿高跟鞋 穿錯鞋子 會造成關節退化 台灣人提早會 會需要換膝關節的 大部分都是因為內側磨損 你看 鞋子穿錯影響這麼大 對 耶 我是公開電視凱蒂 那現在我們倒是要請大家來看看 我們的凱蒂有一招很厲害的 什麼 八連拍的 這個網路上很夯的這個影片流傳 對不對 歡迎妳 歡迎妳來看 開起來欣賞一下 對 所以好的鞋非常重要 因為我在不管是私底下 或是在球場上 我都是非常活潑好動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動能到底是如何好不好 示範給大家 好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5 6 7 8 哇 對 謝謝大家 對 非常開心 所以你的鞋子非常重要 所以這一雙妳覺得就是八連拍 這樣子沒有問題的 就是沒有問題的 對 非常舒服 OK OK 但是妳們不要 覺得我這樣動一動 好像沒有什麼 雖然我就是愛運動拉拉隊 但是 我很常抽筋 我超常抽筋的 為什麼 我抽筋的程度是 我就算在家穿長褲 尤其是牛仔褲 我跟你講我腳 因為腳底板會進去嘛 那個長褲我一壓 我就抽筋了 所以我從小我發現從 高中時期會上游泳課 游泳課完更容易抽筋 因為游泳課完之後 我的身體是冰的 然後我就要穿回褲子 那時候就開始對長褲有恐懼症 所以大家不要再覺得說 為什麼凱莉那麼愛露腿 都穿短褲短裙 是因為我有長褲的恐懼症 所以我平常 我跟你講時不時我就會帶著香蕉 各位觀眾朋友應該知道 吃香蕉可以抽筋可以改善 所以常常我的隊友都會跟我說 凱莉你今天又抽筋了快點 你有沒有吃香蕉 就是我的隊友都會關心我 因為我不管是練舞啊 球賽啊 或是上演表演的時候 我抽筋的比例高達八九成 真的很高 所以我就是每天出門 就是一定帶香蕉 那抽筋的時候到底吃香蕉有效嗎 理事 大部分香蕉都是主要是補甲 但是我們抽筋還有可能 鈉 鈉 鎂 離子會不足 那很多人運動後會抽筋 是因為在大量脫水之後 我們電解質會不平衡 就像剛剛的鈉 鈉 鎂 甲 這四個離子不足 但有的人是鈉比較低 有的人是鈉比較低 所以偏甲離子比較低的人 香蕉比較有效 但除了這些原因以外 如果本身本來就很少運動的人 或者是運動過量 在運動前沒有拉筋 平常選錯鞋子 常常要久站久走的人 他的腳筋比較硬 血液循環比較不好 或者是在溫差大的地方 像剛剛凱蒂說的 平常冷 溫差大的 比較容易會抽筋 那你再去跳舞 或是再去運動 你肌肉很容易就會筋軟 很容易大量的 裡面的肌群的離子 就會往外跑 跑到血液裡面 所以我們的身體的離子 就會不平衡 那這時候 除了補甲離子以外 除了補香蕉以外 最快是牛奶 所以很多你看到 馬拉松的會場後面 很多馬拉松 跑到10K的時候 他的休息站 補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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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牛奶比較容易壞掉 所以他們會放可樂 可樂喔 就是說他會很聘就喝可樂 因為他的碳水化合物 可以幫助我們的夾離子 和那離子進到我們細胞裡 可以快速利用 暫時補充 你不要把它當成是飲料來喝 是不是有這個腳腫的問題呢 會不會 對耶 我每天幾乎都會有腳腫的問題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我本身是 就是吃太鹹還是怎麼樣 我好容易水腫 所以之前我曾經去日本的時候 我想說去日本逛街 一定至少走一整天 八小時起跳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好 我就帶了一個 非常潮流的運動鞋 去日本行走 對 感覺不錯啊 這鞋很夯吧 所不知你知道嗎 我穿這雙鞋不到一個小時 我腳就開始痛了 我想說 怎麼可能我是運動鞋 我才發現 因為它的腳底板它是硬的 然後這邊也是硬的 因為它痛到就是 你整個腳掌是脹痛的狀態 所以我每次你看 我到了校的時候 我腫到就是 我幾乎有時候 鞋子根本是完全穿不進去 而且穿進去會痛 就這個問題真的困擾我很久 通常我們站久或坐久 血液循環比較差的時候 我們下午確實腳會比較腫 想問一下凱蒂 你平常腳種是一隻腳還是兩隻腳 兩隻 兩隻腳 一隻腳要比較注意 如果是一隻腳的話 有可能得到 靜脈一隻腳 俗稱灰姑娘腳症候群 很多人到下午的時候 一隻腳鞋子穿不下去 不只是變緊而已 是穿不下去 我這邊分享一個案例 36歲的女性 她在三個月前骨折之後 骨折後來她恢復得不錯 骨釘也拔了 在走路活動都不會痛 後來在這兩個禮拜 她的腳越來越腫 到下午右腳就穿不下去 就是骨折那一隻腳 那穿不下去以外 她的腳還會又痠又痛又麻 麻到甚至到傍晚 沒辦法踩地 那在這幾天開始她會覺得 心臟感覺好像心跳很快 然後血癢 感覺呼不到氣 頭會暈會喘 然後到急診發現 她有靜脈酸塞在肺臟 就是肺臟酸塞 很容易會造成多重細寬衰竟 那她的靜脈酸塞在肺酸塞的部分 這個酸塞原因是因為 她的骨折那一隻腳 雖然骨折好了 可是她靜脈有一個很大的血栓 因為血液循環變差 所以血栓就慢慢堆積 堆積到她的整條下肢的引靜脈都塞住了 那塞住以後 隨著這個血栓跑到血液循環 往上走的時候把肺臟的血管也塞住 所以她還好她有及時處理 那後來就開刀 把這個下肢的靜脈 把靜脈從6公分的血栓把它拿掉 6公分啊 這很長耶 對 所以她的 所以如果她假設她不處理的話 下肢有可能腳長期會壞死 如果是兩隻腳 腳腫的話 我們要考量到的 要考慮到 小心妳可能是心臟或腎臟衰竭 什麼 這很嚴重耶 不要說長輩 因為剛剛有說過我很喜歡吃重鹹 重鹹 我連義大利麵的湯汁都會喝過 天啊 妳真的是蠻節儉的 對 所以這兩個我都有問題耶 天啊 難怪兩隻腳穿不進去 當然很多人會 她說她下午腳會變緊 不一定鞋子穿不進去 但大部分 通常鞋子都可以穿得下 不會差到一個尺寸 可是心臟腎臟的人 很多是沒有辦法穿得近 她原本的鞋子 就很嚴重就對了 對 健康問題要抽 可以從鞋底來看 內側磨損就偏在我們的足弓這個地方 會提早要開刀 或提早 台灣人提早會需要換膝關節的 大部分都是因為內側磨損 妳看 鞋子穿錯影響這麼大 對啊 也來檢視一下她的鞋子好不好 我們要看會磨兩腳症候群 第一個她會有一大一小的腳 一大一小的腳 然後再來她的比較大的那隻腳 會溫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用手背去摸一下 摸一下她的腳背 還有腳踝的部分 她的溫度兩邊沒有明顯的差異 那如果要去分 到底是血液循環比較差 還是心臟腎臟的問題 我們用手指頭可以去壓 小腿前面最沒有肉的地方 和腳腕 所以要前面 我以為腰有肉的 你看到我們往下壓的時候 它的顏色會改變 但它會彈回來 兩秒之內就彈回來了 所以這個比較好看 不是心臟腎臟的問題 現在還是血液循環比較差 或者是妳真的是太鹹了 雖然目前沒有 微姑娘正後全 也比較不像是衰竭了 我穿這種高跟鞋 只要一個小時 不用說一個小時吧 我就半小時 我就開始痛了耶 然後嚴重的話呢 我的 因為它這邊會磨到我的邊邊嘛 我的旁邊的腳踝這邊 都會起水泡耶 所以我的嚴重狀況其實是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嚴重 所以我平常我真的是 如果不是因為工作拍照需求 我是不會穿這種鞋 然後還有懷靴 大家可能覺得說 那高跟鞋是因為它的根比較細啊 所以才會有這些問題 原本以為懷靴可以走比較久 尤其是出根的 還是會痛耶 而且那個痛的程度是 腳底板整個在痛 我們要看我們呢 平常有沒有穿錯鞋 我們身體有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看腳底 健康問題要從 可以從鞋底來看 是 所以凱蒂你平常會不會有 腰痠背痛的問題 很常 為什麼我們說鞋底可以看到健康 我們的鞋底呢 可以看磨損程度 但是凱蒂呢 你是第二種磨損 你是偏前側磨損 我看後側都沒有什麼磨損 而且也沒有摩擦的痕跡 主要在前面這個鞋底 有開始有已經磨損破皮的狀況 是 所以你主要還是偏前側磨損 前側磨損的人 代表是後腳筋太緊 那後腳筋太緊 比較常跟 你平常就常常穿這些 有根的高跟鞋 而且都是3.5公分以上的高跟鞋 所以才會造成後腳筋太緊 前側磨損 甚至嚴重坐骨神經痛